这是你平时上山 我上山开着就走 估计我把车搞着 我就搁那山根上搁 搁完了我就坐 你也太能搁了 大家故人问我你累不累 我说不累 我还挺愿意干的 我说可有意思 就像那个哎呀 就像挺有笨头似的 完了你搁家一带 就丑的 你看这下大雪 我就上不去散 小一会儿不行 就是愿意干活 一个人撑起一大家子 所有的活 爱张罗 能干又闲不住的张大杰 更是把每一天都安排的 满满灯灯的 春天就是挖地种地 种完地了 秋天就开始瘦 瘦完了就开始 哎呀去打个供 还去打供 还打供去啊 上哪儿打供去啊 我就给孩子送幼儿园 他们有那个干挖件活的 我就给他活活 一天150 完了还给你拜地 一天160 不是说做正确 钱到够话 关键是怎么的 我就是在家待不住 好像 所以让我躺一会儿 是躺不了 总是眼里有活 要是活着活着吧 吃饭还行 你要在家待的 就是别爱吃饭 张大姐是真能干的 闲一会儿都不行 大姐跟侯娘说呀 她能干 她的老伴 比她还能干呢 张大姐和老伴 结婚的时候 都是二婚 当初 她最看重老伴的地方 就是她的任干劲儿 她俩也是后到的 以前那个干花 付随时 后到的一个 是一天是不卸的 我也不卸的 她俩就是堆贴的 第二我就看她会过意的 就能过意的就行 能干活就行 我什么也不需要 她硬干 就是我叫她 你看这些案台都她俩去 我们就倒着俩 我们就开始干 就是她46 我38 她俩就开始干 你就干到 我50了 睡了 她俩就完事了 一点点就扩这么大 张大姐和老伴 在一起生活了25年 一点点的把一个 只有两间房的小院 扩建到现在的大院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大姐的老伴突然病逝 离开了她 2018年老伴去世到现在 大姐除了带孙子 就是在外边干活 慢慢的从老伴去世的 痛苦中走了出来 这几年年纪也越来越大 孩子们又不在身边 大姐也想再给自己找个伴 就是能过得起一眼就行 也不管她家有多起 不远起 我就走不了 我这个家为什么呢 我儿的我儿媳妇 他们常年不带家 你说我能把这大房子弄 所以说我就是找一个 没有房子到我这来的 张大姐想找个伴 和她一起经营这个大院子 直到今天要相亲 还特意杀了一只 她自己养的小笨鸡 来招待蒲大哥 大姐今天咋还三十几啊 那不其实来乡亲嘛 完了那个不能让孔子走啊 诚不诚 诚不诚也得吃顿饭 跟哪儿呢 大锅里呢 你看我都炖好了 哎呦我去 我铁锅炖了 这也就是你自己家的酵鸡 这是蒜菜 完了那个我跟那个 大锅铁锅给你们的饭 都没到店饭过门 这是正经的那啥呗 农家饭 农家饭 让大哥好好尝尝你的手 好好尝尝 好好尝尝 张大姐为了这次相亲 也是做了准备的 不知道她和蒲大哥 会是彼此想要遇到的人吗 谢谢妈 嗯 很好胀的那个大姐 喊什么 大姐 过来了啊 张金兰 张大姐 不关事 蒲大哥 握手吧 好啊 快上在一家院里看看 看演员还行 第一印象不好 演员不好 这院是好啊 是不是 老大了吧 嗯 比如这一共七间房 大哥你看那块 这边大哥姐家这块有个车库吗 那边哪冒尖的房子啊 也是他家车库 这两个大车库 后面还修了个猪圈 这地上不小啊 挺好啊 挺好啊 这地上是宽圈吗 大姐老能干了 那一手就是 不是能干的人 这个车库我就给你撞残荷了 你说撞点没也进去 这残荷都是大姐自己 上在山上拉回来的 拉回来 对 哎呀 再累了 就是能干活 叫我干别的干不了 喝酒抽眼都不会 那就好 我能干活就好 能干活就好 好 哎呀 我就是这一杯 谁夸我走嘴啊 哈哈 你就这样 那干活吧 不打错 也不会抽烟 也不喝酒 这个吧 都挺好 就吃饭吧 热了 我那个 那啥 大姐刚今天来特意 杀了个小分劲 我都吃完饭了 我都吃完饭了 啊 我都吃完饭了 那你吃完饭大姐去洗衣 咱尝着吧 那也得尝着 这不是这家锅吗 这都是大锅饭 哎呀 我都做好了 我这鞋子来了之后不是热吗 这个饭是大姐这个优质 铁锅焖焖的 焖出来了 嗯 可是铁锅焖的 铁锅焖的哈 今天家有这个锅都没锅 我没锅 这锅都很香 嗯 不然它锅了 吃吧 挺热情的 挺热情的 你性格啥的 皮子看的那样都很好 尝一口吧 尝一口吧 嗯 好好吃啊 好吃 自己家讲的鞋不一样啊 没有 味道不错 那市场卖小鞋怎么也不好吃 嗯 这鞋子还挺好 哈哈哈哈 初次见面 大哥虽然对大姐的演员一般 但是大姐朴实能干 没有不良事 好又热情好客 一点点儿让铺大哥认可了大姐 两个人才正式地 介绍起了彼此的情况 你生活来源就只能 还种的地啊 不种完美地 我也是常常活口 现在开多少钱一个 一千 那你开多钱呢 我开一千零五十 在黑龙家还有点低 一年六千多块钱 嗯 就只能这些钱 哈哈哈哈 他也是开一千多块钱 还行 要是在一起生活 这个工资上还行 他那个总是他那也少 他就不能介意我 你介意工资够不够你自己的 够了 够了 够我自己的 那要是我没有双碗 那你能不能养活两碗 也没有也够 也能养活的 在三到家那消费低 嗯 嗯 够他刺一行 我也不用他养 嗯 那倒是挺好的 不像我公司的约都挺好 简单的了解 大哥和大姐 对彼此的经济状况 也都没有什么意义了 只是聊到接下来的事啊 蒲大哥这边 打起了退堂鼓 到底是啥事呢 广告回来 相亲继续 张大姐和蒲大哥见面之后 大哥认可大姐普世能干 大姐不介意大哥的工资低 通过对大姐的了解 她是想找个伴来他这生活 那张大姐就想问问大哥 以后能不能来他这生活呢 你要是以后就是成了之后吧 你就上我再来 怎么说你哈 就是说我这个房子 我去这弄不了 儿子常年不得见 我现在来一人来不了 等那个有时候还得去 吃喝吃喝女儿去 是 我知道 但是你不是搬了哪多月 才去一回吗 就是等这个还不方便 我都不乐来 不想往这个那农村生活 这属于农村生活 大哥他在那个三刀江 不有房子吗 三刀江离这其实也不远 那大姐呢有的时候就说 咱也不是说是必须每一时都在这吧 要是两头处的话 你俩能不能接受吗 能接受 你有事你就回去呗 你是不是 这也不远 也不是长事 也不是沙阳 对 他要是有事他就回去呗 那你谁还没有点事 不就这么事吧 我还接受不了 这个演员也差点 事实有点差太大了 您进去多了 我今年66 我今年60万里还行 就差这点 是一人当一人当是挺能干的 他性格啥子都不错 哪样都不错 就是精神就是这两点 一个演员没过过的 再说孙生也太大 60万里还行 跟我同岁的 请找小的小个五六岁的 小个五岁六岁的 嗯 60万里还行 你这女的吧 就同岁一样都显老 不就大姐性格挺好的吗 性格挺好 从我 从我演员不行 涂大哥想找一个比自己岁数小一点的 觉得年龄小看起来也年轻 红娘也劝大哥了 两个人在一起不能只看年龄 同龄人共同语言多才能聊得来呀 更何况大姐性格又这么好 但是大哥这边觉得 年龄只是一方面 还是因为没有演员 没有什么不舒服的 这次不成太像下次呗 还没有像不中我的 这是真的 谁上来他跟我是相同的福 这里 我一半活都不用了干 他要是这个不成吧 就是找一个他没有假的 就是没有房的 实在是不好意思呢 他有啥不好意思的 我看你这个人吧 他确实是不错 没没事 从大姐家出来之后啊 大哥说这大哥做的饭菜是真好吃 大姐这人呢 也确实挺热情 性格啥的都挺好 但是呢 他是真不想回农村住平房了 大哥说他过去起早贪黑 卖菜遭了那么多罪 就是为了能在城里 给自己和儿子安个家 现在呢 一回平房啊 就能想起他早些年挨的那些泪 心里就不是滋味 而且他也相信 张大姐这么好的人 一定能找到那个 能和他一起在农村过田园生活的人 那也希望有乡中张金兰张大姐的观众 抓紧时间和我们联系 接下来呢 红娘又给大哥介绍了 同样家住通话的 谢平 谢大姐 好啊 请听 谢平 谢大姐是吧 是 你好 我是小五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谢平 61岁 未婚 退休金2300元 租房收入2000元 家住通话室 住房面积90平米 大姐 大家这个房子 格局挺不一样啊 这个房子原来是办公室 等到这个企业要改制了以后呢 我们就各一份地方了 原来是哪个代位的呀 通话是蔬菜琵琶市场 我在这住了23年了 谢大姐之前是和母亲还有弟弟生活在一起的 一年前 母亲和弟弟去世之后 谢大姐就自己一个人生活在这个家里了 看书成了她心里的寄托 看书我觉得是对我 觉得一个是在家挺清闲的 比上级也溜了 有时候人多了 挺吵闹的 乱了 咋呀 我还不喜欢那种环境 就喜欢寂寞呗是不是 你看我自己有时候就在这屋里 我们同学说 你自己在家不害怕吗 不寂寞吗 孤独 但是我现在 从我母亲去世以后 我自己这么生活 一年多 我觉得时间过得也挺快 大姐跟红娘说 她从小就爱看书 这个习惯延续到现在 书真的帮了她很多 中级法院招考合同工 那时候我们单位就下岗 那面临着我们单位经济效益不好 那生活对我来讲就是个危机 我母亲没有工作 我弟弟有病也没有工作 都最靠我抚养 完了我就看法律师 我就去考试 考上了 在中级法院去做答案工作 我可能干了十多年 等中级法院干了接近十年多年 我又考了医保学 把医职找成修 蛮这么厉害啊 我不觉得 我现在又觉得我挺失落的 为啥呢 那个时候我现在 一个人奋斗这么多年 这大半省了 到现在为止 现在是孤精作战了 之所以这么说 因为谢大姐 至今都没有穿过婚纱 步入婚营 谢大姐从年轻单身到现在 只谈过一场恋爱 这一场恋爱也是最让他刻骨铭心的 我就谈过这一次恋爱 在年轻的时候遇到一个 部队的一个营长 觉得挺好的 特别这个勤劳 而且那个学习挺好的 他长得也好 个也挺高的 那个一表银财 他那时候二十七八岁 他就是营长了 他那时候在部队里呢 就是一个营就是管几百个人 那俩出了能有三个多月吧 他那时候在团部里头 这个区域打水 这个锅炉爆炸 给他这个脸给烧伤了 他自己说那意思 他现在已经脸部受伤了 怕对我这个 以后这个有影响 自己就主动地退出来了 他就离我而去 他回老家了 那你当时咱们想跟他去呢 就是我去的话 我妈也不能跟我去啊 但是我觉得那个人挺惋惜的 当时谢大姐 要照顾身体不好的母亲 和身患疾病 没有经济来源的弟弟 在亲情和爱情面前 他放弃了爱情 选择陪在家人身边 从那之后 他就再也没有遇到对的人了 再早就不如他了 从形象啊 这个自身能力啊 条件下来都不如他 比较了 不如我以前看那个当兵 总有在我心里当中 总有这种感觉 唯一的一次恋爱 影响了谢大姐的一生 加上母亲和弟弟的身体不好 他要一个人养活一大家子 家庭的负担 也让一些想走进他生活的人 望而却步了 一步步走到今天 谢大姐对生活 有很多遗憾和无奈 这从现在 就是说 从我母亲和弟弟去世以后 就剩我一个人了 我就觉得 还有我的医生路走的 现在到老了 都是一人的 现在来讲 我觉得是个缺欠的 你不完整的一个家呀 这个没有后人了 像我这个年龄的人 就当老了 也当奶奶 那都很正常了 谁提我家孙子 我家外甥什么的 我家什么什么的 我当家的 我也不提 我钱就走 我根本没法闹这些渴 觉得我的 这个重生遗憾 我就是挺痛苦 谢大姐跟红娘说呀 她这辈子都不可能像别人那样 儿孙满堂 共享天伦之乐了 所以她更不想一个人 孤独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管到了什么年纪 她都希望能够走入婚姻 真正地成立一个家 我今天想找一个和我年龄 略微大一点的 身体素质好一点的 有点文化程度的 生活上稳定的 这个保障的 人品善良一点的 谢大姐想找一个人品善良的人 互相作伴 那蒲大哥会是他想要遇到的人吗 广告回来 相亲开始 请 请 来 请 谢平 谢大姐 蒲万孙 蒲大哥 好 没事 有眼缘 有眼缘 觉得哪块不行 她两边啥 看那个脸 她有点太老 不像是六十岁 你有眼缘吗 谈上眼缘吧 大哥和大姐见面之后 虽然对彼此的演员 都觉得不过关 但是既然都见面了 不能来了就走啊 还是要聊一聊的 万一有意外惊喜呢 婚姻状况是上午的 是不是 上午的 上午八年了 那你呢 你是离婚的 我是未婚的 我没结过婚 我也没有侄女 还没结过婚 嗯 这点不好呢 那种 为啥呢 她这样人有特性 大姐主要是让我给你解释一下 年轻的时候也遇到一个合适的 就俩人处得挺好的 她之后再找伴的时候 就是一直以这个人为标准 她自己觉得是没遇到好 慢慢慢慢的 她母亲身体不好了 然后她还有一个弟弟 所以是因为这个事 就是把感情的这个事干了 并不说她这个人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嗯 是这么回事 对 那你真是个坚强女人呢 嗯 平平淡淡的 上午 大哥了解了大姐未婚的原因 也是挺佩服这个坚强的女人的 但是蒲大哥一直对自己的经济状况 有点不自信 就主动和大姐提起了他的工资 工资是买的社保 哦 一月开一千零五十 但是大哥他农村那边还有地 一年也能租六千多块起来 嗯 这两个人要是一起生活 我就喝手这一千多块钱 家伙都是不是 这一钱就够一千五的一个 就是俩人谁知道能不能够 太低了 他一千多块钱 他现在在城市里就相当于 最低生活保障 你这一千五的话 要是两个人的生活吧 在你那神道尖 我觉得还可以 但我们私里的话 我一个人就在这个地方生活 就基本的生活 一千多块钱有时候都不够 一月开多少钱呢 一月两千四百多块钱 那就行 挺好 看怎么花吧 基本生活还行 要是稍微花大一点 也是不行 就怕将来以后有个什么 天灾病业的 遇到什么困难的 花小大一点 现在就怕这事 你有没有这个医疗保障啊 有医疗 我那才报45% 那你这要是有个天灾病业 或者是生活上有什么花小的话 你都维持不了 我觉得像这个老大哥这种状态 我觉得生活是个负担 我就想找一个和我条件 基本上对等的 我不管找任何一个人的话 我觉得我的生活保障 是基本上是没问题的 但是也不能给我增加负担 我都六十多岁了 你要是有个什么天灾病业呢 我担不起 我也没有那个能力 去承担那个责任去 你是真的 我是这么想的 我对别人不能负责任 但是你对我也本身 也没有负责任 也能力 你比如说我现在又有个病 从某个角度上 你也不能对我承担责任 其实那是我要有病上 他能给拿钱 那你要找个后面 他可能就不能给拿了 你没进到抚养医务了 你也没有去承担 人家抚养的责任 人家根本就不能管你 那你说我的工资 要是跟你在一起生活的话 你那点工资 根本就不能生活 所以我必须得 把工资都拿出来 但是我奋斗的运渣 我最后生活 什么依靠和寄绝也没有 他说也有道理 确实有道理 他一个你说他的身份 你不咋咋咋咋 有个天灾病业的 他没儿没女 他说话都是大白话 你看我儿子能养护 我不能养护你 这话说得多实在 我觉得听得不太顺 你有两个儿子 都尽完义务了 但是从生活上来讲 各方面挑战来讲 你有寄托 我没有寄托 我在找你也没有寄托 那我和我现在的生活状态 是一样的 都是对等的 不存在就是说 找个人有依靠 我觉得我要成家的话 都是互相的 你对我温馨 我对你温馨 你要是照顾我的话 我也去照顾你 他根本都不谈这些问题 我一看不谈就拿到 你会交我朋友 咱们 这个老年人在一起生活 互相之间交流 唠唠嗑 也是一种 也是一种业实和缘分 咱们